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21日 今天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所有的议程基本上进行完了 刚才看到疯狂网报道了 习近平出席俄罗斯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那么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这是第二次谈了 第一次非正式 这次是正式的 昨天是会见俄罗斯总理米书四经 中俄又签署了联合声明 那么呢 接着又看到了这个联合声明的文本 整个的文本大概看了一下 接着又看到凤矿之机 就是这个中俄元首共同签署联合声明现场 尤其是中俄元首共同会见记者等等吧 从现场视频看啊 习近平和普京两个这一次可以这样讲 合作呀 无上限 这个单是呢 和原先预料的差不多少 没有什么更多的信息 刚才看到新华社的报告 观仰文章 这篇文章讲到习近平这一次这个访问啊 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进行了真挚的友好 富有成果的会谈 达成了许多新的重要公司 一致同意 本着木林友好合作共赢的原则啊 推进各领域交往合作 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等等等等 其实我看没什么和以前的宣传 没有什么实质性新内容啊 都是叫大话套话 这些话过去曾经讲了无数次啊 那么从今天新华社发这个消息的 从协作说法来看 我猜测啊 这应该是江金泉来撰写 刚好看到了一个视频 这次呢 陪同习近平 中方这边的政要啊 讲到了蔡奇 王毅 青刚 但是没提江金泉 但是在疯狂直击当中的几个视频当中 我已经看到他了 有的戴着口罩 有的没戴口罩啊 其中有个小视频呢 显示 这个江金泉是坐立不安 东张西望 甚至和身边这个人啊 谈话 身边这个人 从媒体没看到他是谁 叫什么名字啊 但是他坐在王毅身边 记者 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江金泉是坐在这个青刚旁边 已经看清楚了啊 那由此推定 这次习民外访啊 带了一个文人 携手 那就是江金泉 江金泉是很有意思啊 上一次 这个习近平虽然非常重视他啊 很多稿件都他写的 以前的报道啊 新华社的报道啊 给这个江金泉都 汤儿皇子的写在这个媒体当中 报道当中 但这次没有 一字也没有啊 那么这我估计啊 这可能和这个江金泉没有如愿 这个进入中这个中央委员啊 我估计啊 可能和这个有关系 我们来看看江金泉的这个简历 啊 这非常值得关注 江金泉是谁 就这个人啊 给大家看看 你们再打开今天的视频 仔细找一找啊 今天他的神态 感到非常 就滑稽可笑啊 那么待会儿会告诉你们 推特是有什么原因 江金泉他是湖北 四番学院毕业的 湖北溪水人 他是 1978年 3月考入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82年毕业以后啊 再到了湖北省委组织部工作 组织处副处长 中央政策研究室 党建筑副处级调员 从地方调为调到北京来的啊 是写材料的啊 中央政策研究室啊 那都是大笔杆的啊 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党建研究局副局长 你看党建 还有研究局 还有局长 呃 期间在华仲科技大学 进修啊 师从张培刚 他是在职研究生研究生 获得博士学位 13年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 党建领导小组 秘书组组组长 也就在这个期间发挥作用 那就是13年就习近平商量了吧 所以我说推断推断啊 习近平看好他写作 因为写这些东西和以前这个前几天发表的不太一样啊 这次习近平外访带他 他写的 应该他亲自知彼的哈 那么 呃 18年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那就证明习近平很欣赏他 呃 因为习近平他的非常重视写作宣传 讲好中国故事吗 这是个写手 讲故事的高手 江金泉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之后 多次陪同习近平出席国内活动 这18年 2020年时由他接替王沪宁 出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啊 并在10月30号 举行19届五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 他首先亮相以后一个新的身份 中央政策研究室 你看奇怪 这次陪同他 他这级别也不抵 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却媒体这次不报道 就证明他较至以前 呃 不是很很顺利的 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我在上一个视频当中讲到 你如果你们看我的视频知道 王沪宁不喜欢 因为王沪宁现在成常委了 别看是管政协 但是毕竟是一个重要委员 可能不太喜欢他 前几天 前几天挺挺排斥的 你看这次习近平 估计习近平又清点 他又参加这次活动啊 专门给习近平写大材料 写报道啊 啊 2021年10月12号 江津权在中央新发布会上 对两个确立内涵进入深入阐述 也就吹捧习近平两个确立起草人 是他啊 是江津权 呃 海外维基百科介绍 江津权长期从事党的建设 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 这个说明实际工作就在湖北的组织副处长的 知道就开始干 党界 发表了200多篇文章 出版著作40多部 还搞了一个工程 五个一工程特别讲获奖啊 等等等等 出了很多书啊 你像他写的党内批评的艺术 北京党建独物出版社 批评还得讲艺术 也就是你的批评 还得让领导高兴啊 否则不高兴麻烦了 还有江泽民党建思想研究 你看摧捧江泽民的 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 提摧捧这个 这个胡锦涛的啊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可能这个 王沪宁不喜欢他 因为他是把王沪宁的权力 接过来了 对不对 接替 你看2010月 接替王沪宁出任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那就是什么 习近平看好他 王沪宁不喜欢 习近平也没有办法顶王沪宁 所以这个 他也没当什么大的 没给他别的关系 就是政策研究室 然后呢 但是外访的时候 大的活动 习近平需要大场面 这个人是个催骨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这个 很值得关注啊 你们看看 今天凤凰网友一提 他是 我看得非常清晰啊 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个现场 就他反常 左顾右盼 抓着脑塞了一样子 还戴个口罩 但口罩也是看出他很激动 就是因为 这一段事业 他受到冷落了 遇到挫折了 这会习近平又把他带出来 他特别超高兴 人那些人都看材料啊 按部就班 读 看听 听习近平讲 或者看其他一些一些现场情况啊 只有他 这个给人感觉焦躁不安啊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新闻 另一个今天看到了就是台湾电视台报道的消息 说这个这次习近平去俄罗斯住在哪里呢 没住俄罗斯的宾馆呢 住的是中介集团在这个俄罗斯办的自己办的酒店里 据说是叫阳光大酒店啊 还是阳光饭店 我们去点击查一下到底 这个现场那个酒店的情况啊 根据他海外媒体报道 说为什么到这酒店呢 就是第一 习近平怕死 怕刺客 因为现在习近平站在这个普京这一边啊 侵略者这一边了 始终没有谴责他 国际社会在谴责 在把这个普京列位已经是通缉犯了 他跑去支持他 习近平心里没底 另外习近平在二十大搞了一场不留学的政变 说把这六孝儿都安排上来了 团派被灭了 汪洋 李克强啊 胡从小都没有上来啊 政敌是很多啊 并不 并不够这个党民各个领域啊 既得对的江派也得在胡派 就是习家军本身也不团结啊 他害怕 因为你毕竟是外访来到俄罗斯 俄罗斯又是 现在是和这个乌克兰处于战争当初 各个因素啊 习近平放心 所以他还用自己的住自己的酒店 酒店里边这个据媒体报道 这个酒店离大宿外有痕迹 这样一旦出事可以及时处理啊 他是什么要把自己这个来这些一切信息隐藏下来 要带回去 我估计分辨可能都带回去啊 包括这么用的这些什么水啊 这些摄氏品啊 吃喝玩的这种都是从中国带来 放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 尤其是防止窃听 虽然床垫都是自己带 那肯定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呢 床垫里边如果放窃听就麻烦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还有这个怕这个对方研究自己这个胜利特征等等 反正很多细致东西都在中国这个这个圈子里 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建集团这就是郭自伟下边的啊 这就等于是军警的特限都安排好了给他 绝对安全啊 不能有一点闪失啊 草木杰军搞的啊 这符合西医院的风格 尤其是一个象征性的特点就是 这次的外访让蔡奇一个新的职层 新的职务出现 宗万主任 你看给你提问个宗万主任 这个是重重之重 又是老陈 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名称 什么就让你落实到这次外访当中 千万不能出事 一点插头都不出 你就可以看他多么恐慌啊 就是他用人应该用点新人 说丁协强另有重用了 我国务院这个副总理了 盯着李强在家里 对吧 也防止政变 这边呢 还要带着老陈 一个新任命的宗万主任 又是他人老的 老爷儿 蔡奇 蔡鸟 那蔡鸟啊 处理好这次外访的活动 你就可以看他多么重视 这重视是什么 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 这毕竟他只走了一趟俄罗斯啊 在国际社会一直谴责这个普京情况下 这真是比他血送送他呢 是铁哥们 用他的话讲是两立插道啊 那到底他这次来怎么样 我们看看海外媒体的报道 发光发表了很多文章 我认为所有的文章当中 写的最好就发光了啊 发光有篇文章讲说 习近平反俄 胜过当年毛泽东拜访斯大利 他说俄罗斯总普京和他的好朋友 习近平21号计划在克林普尼共 举行晚宴后 搞更多的会谈 那现在的会谈就结束了 路透社讲面对西方对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反对和制裁 孤立无援的俄罗斯总统 竭尽讨好他最强大的盟友习近平 这次看他是讨好习近平 你看他这次两个人 刚才我封号有个大大场面啊 也就是他们两个这是政治探案的时候 一扇大门打开啊 他两个人踩着红地毯啊 摆那个谱这是 这是丢人的 这两个人不过你从他们走出来的动作生态看 挺高兴 习近平身体脚趾以前健康 那条腿没拖地下 以前都拖地下 你看有一段时间 尤其是北戴和会议前后的时候 就是还没拿走权力的时候 一出来就腿的地拖 就等于残疾这一样 那么普京也是一样 普京你看今天是 还一只手还和一些习惯性动作不动 抽出满指的 但是稍微给人感觉情绪稳定了一点 为什么终于有一个铁哥们 和他捆绑到一块死 和西方抵抗 这篇文章讲说 普京遭遇国际法庭 办法代不令 习近平毫无顾忌探访 气势超过了 当年毛泽民罕见的访额 委屈背诫 拜访着 拜见斯大利 历史在重复 说普京在克里姆尼泳会见 习近平称什么 亲爱的朋友习近平 普京习近平今天再次生日会谈 其中包括讨论什么呢 俄罗斯曾经委婉拒绝过的 中国所提 中国所提 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和平协议 就这12特协议 其实没啥新意 那么习近平反复 俄罗斯第一天传出的会见简要 显示中俄要求双方关系 针对西方竞争 习近平与普京相挺 尤其是习近平力挺普京再选总统 以肯定的口气 保证俄罗斯人民会一致推选 普京再选总统 他就给他打气了 那么克里姆林共第一段回应说 普京2024年后是否再选总统 没有会考虑到现在这次 据路透社讲 就在国际法庭指控 普京犯有战争罪行后几天后 华盛顿谴责习近平的访问 称这表明北京正在为默色的提供 外交掩护实施更多的罪行 那么在这方面呢 今天看到了 今天在另一个节目 曾经讲了几句 讲了几句 就是关于发表的 美国布林肯今天公布了国务院2022年的人权报告 这对习近平是个警告 很大的事 透过尊重人类尊严 公民自由 政治参与和自由等七大领域 评估全球198个国家与地区的人权状态状况 布林肯在报告当中啊 毫不顾忌的就批评这个 习近平啊 五大人权问题 中共国 包括呢 俄罗斯队伍战争全面开战 他提出五大全球的 全球人权状态啊 那么呢 这个另外呢 主要谈到了这个中国啊 报告洋洋洒洒 列举了25条重要的人权侵犯的行为 包括什么呢 法外杀人 政府虐待 强迫 这个消失 跨国镇压 关押政治犯 以及严重限制人民从宗教 移动 网络使用 和平机会 政治参与等等 就这25项是此的全球范围内的 特别点点出中国问题 就是新疆 种族灭绝 及危害人类罪 去年持续在新疆上演 受害者 以及维吾尔族 以及其他少数处疑为主 有超过100万人 任意拘押 和人身自由被严重剥夺 报告指出 这些受害者遭遇的大规模虐待 强迫劫狱和堕胎 更加严苛的生育政策 性侵和其他形式暴力 强迫劳动和宗教 言论自由的各方面 也就是美国这布林顿的报告 这个针对性非常强 也言辞非常激烈 在台湾方面 报告也谈到 对台湾整体人权 维持正面的评价 包括选举自由 女性参战等等 而且在这个报告当中 布林肯在国务院 关于2020年报告中说 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令 对普京总统 发出逮捕令 此后前往莫斯科 前往俄罗斯 这表明中共认为没有责任 追究克里姆林肯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 这是今天就报告当最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看点了 他说呢 甚至不谴责他们 而宁愿提供俄罗斯 继续犯 犯这些罪行 给他们外交的掩护 也就他已经给他 这次这个美国 华盛顿呢 已经把这个 他这次这个外访定性 为什么定性是勾兑 去掩护 而不是解决问题啊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美国质疑中央在 污问题上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 美国表达了这个怀疑 表示质疑了 发广另一篇文章 除了刚刚讲的 另一篇文章 他讲这件事 他说习近平周二和 普京签署了两份联合声明 两人会谈后啊 共同会见了机制 普京称北京的和平计划 可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此前 美国和乌克兰 都对该计划提出质疑 表示呢 停火必须以俄罗斯撤军为前提 就是如果你协调他们搞和平 那你现在就从这个 要把克里米亚撤出这个地方 恒死乌东这四个地区 乌干斯克等这四个地区 要撤出去 那你才能谈 才叫和平 所以这是大忽悠 没什么真实的意愿 与此同时 美国表示将加快向乌克兰派遣什么 爱国者导弹系统 昨天我曾讲到那个数字了 美国是实在在的支持 中国不能声称在乌克兰问题上是公正的 美国白宫已经明确的表态了 这篇文章讲 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会议人记者是表示他和普京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还有呢 这个联合声明的详细的数字 这篇文章做的概括了 他同十年前相比 中国双方贸易额增加116% 为两国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助力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目前公开宣传 暂时事件是做什么经济上合作 今天这个疯狂网讲到了习近平会见记者的事 会见记者习近平就是照本宣传 就讲了昏昏欲碎 就拿了一篇稿来讲来读 读给大家听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他们之间的这次达成共识 加现了合作就是什么呢 就是统筹设计顶层规划 扩大能源资源 这个机电产品贸易 增强双方产业链供应链 任性拓展信息技术 数字经济农业服务贸易等领域 在这些领域合作 推进传统贸易和新兴领域合作 互役补充 同步发展进入畅通 跨境物流运输 他是在这个表述当中 主要提这么几条几个领域 还讲到了双方继续夯实 人文交流的技术 还要在什么推动 两国友好省州 友好 有城 友好还有城市 各个城市之间 这估计主要就是和 这个黑洞江这边 东北这边 为双方的往来提供这个便利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对解决乌克兰局势 没有什么积极的 实在在的东西 还是虚心假意 其实就是在保护俄罗斯 给俄罗斯找台阶下 那个意思我可以挑灭 但是从文章当中没有这一条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要 要就所谓和平 求和平就停留在现在这个线上 那就等于回到2月24号的线上 对吧 现在也就是普京为什么要在 习平来之前 亲自视察这些地区 乌冬地区 乌冬四个地区 还有这个克里米亚 那就等于他不想 把以前占领的 俄罗斯 泽林斯基领导下的乌克兰土地让出来 这样的泽林斯基不可能打赢 那么只是讲了些空话大话 你看 习平强调双方一致认为 两国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对世界格局 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声称为人类进步势力做贡献 共同推进什么呢 还有构建人类共同 民营问题 搞成病毒问题都搞臭了 还有搞这 还讲这套东西啊 他其实还是他两个人联手 就搞一个什么打破美国 过去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局势 二战以后基本 美国在引导 引导全球 引导全球 他向他的引导 他又没有这个力量 因为俄罗斯根本 现在是属于现代战争当中 非常弱了 就靠习近平自己狂妄自大 和这空话之城了 那么据西欣报道 普京表示 他和习近平保持者经常联系 他们自己吹嘘 今天和昨天 一对一形式进行会谈 取得了什么呢 成功等等 要我看没什么 这个和过去的这种宣传 没有什么 更多的这个变化 那么乌克兰总统顾问 波多利亚科 他怎么讲呢 他对晚邮报记者说 该计划没有细节 没有平衡的逻辑 根本就没有细节 哪有细节 还是这个大框架 我认为他就是把 这个有些东西藏在桌子底下 他私下肯定有承诺 有交易 他是下一步 他走一步 看一步 很狡猾 说没有平衡的逻辑 他没搞平衡 他不全倾向 倒向俄罗斯吗 其中一条 踢到领土 主权完整 不可侵犯 另一条 踢到需要立即停火 意味着被占领的领土 要转让给俄罗斯 这绝对是这条矛盾 我觉得这篇文章 已经讲到了 这关键问题了 他强调和平计划 不能建立在 满足群内的利益基础上 他必须 从 俄罗斯撤出 乌克兰开始 这不科比讲了吗 科比同日 接受福克斯新闻 频道采访的时候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我们今天还要重申 如果这次会议结束后 产生某种停火的呼吁 那么 这将是不能接受 如果现在停火 他也不能接受 那原地不动呢 那么俄罗斯 还是占大便宜了吗 是不是啊 说因为这一切都将是 批准俄罗斯 迄今未至的征服 这篇文章讲得非常好 发光 他说 布林肯周一讲 美国欢迎促进公正 持久和平的场 中国提议 包含了长期以来支持的内容 包括什么呢 确保核安全 人道主义危机 保护平民 而且第一条内容 就是维护各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啊 他说 他接着讲 任何结束乌克兰战争 和实现持久和平计划的 基本要素 都必须根据 联合国宪战的原则 必须维护乌克兰的主权 领土完整 任何不优先考虑 这一关键原则的计划 从其量 这是拖延战术 或者只是在寻求促成不公正的结果 这不是建筑性的外交 他已经给否定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 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 也就是这个 发广 今天发广 我觉得他发表的文章 今天发表的文章是比较好 比较及时 你看他这个 这是几分钟之前 他法新社发表文章 发广转发的 他说 中俄在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上 没有什么突破 他说这是六分钟之前 他说习近平3月2日开始访俄 21号会务界进入关键时刻 法新社注意到 在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上 没有突破 这个法新社报道 面对西方 中俄大力写色双方不关系 双方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他还在那儿催新时代 那就江金泉 按照西平旨意 用文字表示出来的 这个俄罗斯总统谨慎地支持 中国解决乌克兰冲突的12点计划 谨慎地表示 同时指责基辅拒绝接受这一计划 那么这个法新社讲说 普京重申中国和平计划 可作为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基础 普京表示 然而我们目前没有观察到 乌克兰有接受和平计划倾向 我认为他讲这个意思 就是咱现在停留这个线上 克里米亚就是我的了 乌冬这几个路亚斯克野水我的了 然后你退 这就是和平计划 这个卡克基辅怎么表现 泽里斯基不可能接受 这我强加给他嘛 而从基辅来看 这篇文章讲乌克兰总统 泽林斯基表示 他邀请中国参与冲突 解决冲突 并等待中方的回应 现在中方没给乌克兰回应 并补充奖收到了某种信息 但没有具体内容 你看一个空架的 他骗的 法新社说在乌克兰问题没有什么突破的情况下 此次峰会的重要目的是俄中两国与西方国家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展示两国关系的稳固性 他是在吓唬西方 我们俩手连手对抗西方 以美国为首其他公业国 我们提出一个条件 他不明确讲 就现在画这条鞋 那这个东西你看能不能接受吗 是不是 法新社报道 因此在与俄罗斯总统签署关于深化 关于俄中战略伙伴关于宣言以后 中国国家主席认为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进入了新时代 他正式困绑到一起了 像高冷战 长期的冷战 为习民国事访问铺红地毯的克里姆林公主任大战 俄中关系的特殊性 这篇文章讲 在一份带有冷战色彩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还猛烈抨击西方 指责美国破坏国际安全 以维护其军事优势 并对北约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存在感到担忧 另一个声明带有冷战色彩 中俄声明表示永远不应发生核战争 就在核这个问题上好像东西方 习近平也好 还是普京也好 好像都是一致 因为你要打核的就是没有意义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 非常负面的结果 他说俄罗斯总统还无需威胁讲 如果伦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贫油的炮弹 俄罗斯将作为回应 法新社记者还表示 自乌克兰爆发战争以来 普京被西方人视为切耳 他可以指望北京打破孤立 习近平因此邀请他今年访问中国 在访问中国这方面 今天文章很多了 法国网友评文章讲到 习近平邀请他参加访问中国 才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也邀请俄罗斯的总理到中国来 今天你看习近平邀请普京来华 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同时在和总理见面的时候 也提出要邀请他来中国考察等等 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合作 往前伸了一层 法新社记者提问 难道有那么巧的事 在习近平表达对莫斯科的支持之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周二抵达了乌克兰 其实不是巧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肯定是也是赢顶头 也是故意要给普京和习近平看 我们不怕 也是和他对着干 岸田文雄周二抵达了乌克兰 我看台湾有个电子台 好像还预示有可能习近平去击付 我看他去可能性不大 他去台什么 他现在讲这个条件 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接受条件 没有什么诚意 一点诚意没有 他说泽林斯基在乌克兰称赞 他是国际秩序的游历捍卫者 就现在泽林斯基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 欢迎是真诚的 岸田先生特别视察了基辅附近的烈士城市 布查 俄罗斯士兵被指控在占领地 这个城市犯下的罪行 表示他们愤怒 以前他被邀请记者去参观了布查镇的惨况 这篇文章讲 泽林斯基与日本领导人一起向媒体发表讲话 宣布他将通过视频会议参加定在五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首脑 G7会议啊 你看泽林斯基在一方是邀请这个 是被邀请啊 和日本领导人一起通过视频连线 这个参加一个活动 你看这边他习近平邀请普京 还有中 这个俄罗斯的总理 搞一带一路 和中国搞建设 这种对的干 说岸田先生是地球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七个国家中 唯一尚未访问乌克兰首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啊 你看 这就等于说现在这几其他工业国 都是坚定支持这个 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的啊 现在只有现在习近平 这个逆势 逆势筹率 猫天子大不轨啊 和这个普京俩现在进一步勾兑啊 他们这一次见面 加起来就四十次了 是吧 这真是不忘初心啊 不是牢记使使命啊 他们俩一个 要一定踏上 两人一起踏向不轨路啊 所以今天基本上看点这么多 那当然据我观察 他们私下肯定有很细的协议 这个就不好说了啊 比如说支持他武器 怎么支持啊 暗度成长怎么暗度成长 那个下一步 如果美国再打台湾这张牌 他怎么在出牌 习近平怎么 因为习近平琢磨 还是要武统牌 那么 这个普京啊 普京还要 还要这个 手里还要掌握着这个 克里米亚 等已经占领的 现在啊 非法侵略的这个领土 那么所以说 接下来啊 相当麻烦 认为啊 好 谢谢再见